斯丹利金融2017汉密尔顿华人迎今年新春晚会 在欢快的小鸡舞的表演当中拉开了帷幕 秀武千篇《太极扇》、《洋琴独奏》、《龙船》、 萨克斯重奏《我的太阳》、《宫廷舞蹈》、 《古针和斗空竹》、旗袍秀 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视听盛宴 各大赞助商也在现场为观众安排了精彩的抽奖环节 斯丹利金融2017汉密尔顿华人迎今年新春晚会 也得到了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 以及加拿大三级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嘉宾的祝贺 汉密尔顿春晚是由斯丹利金融特别冠名赞助的 由阳光文化中心主办的 这次的亮点就是我们集中了大多伦多地区的一些艺术家们 而对汉密尔顿来讲是观众最多 我们早的场地也是在汉密尔顿场地比较大的 参与的人数呢 现在这个剧场呢 现在有一千多观众 那么演员嘛 大概有将近一百多人 我们的意义呢 就是阳光文化中心呢 动员了所有的赞助商 赞助商给了热情的支持 也是我们汉密尔顿社区真正走向舞台的一个开始 祝愿大家在极年里极心高照 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万事如意 非常高兴呢 我们在这里呢 参加这个联欢会并做了这个台阶上的演出 今天的这个汉密尔顿呢 整个这个节目组织呢 非常有序 而且节目的内容呢 非常精彩多样 整个这个舞台布置啊 这些都非常的漂亮 我想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华人春节联欢会 同时我也看到了我们当地这个加拿大的这些 加拿大人的也被吸引参加到了这个华人的春节联欢会当中 我想的这也是我们这个文化分享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因为2017年的是基年 所以这次我祝愿大家呢 这个公鸡 神采意义 母鸡 勤劳美丽 小鸡 活泼淘气 一句话 今年大鸡 今天的节目组织的非常的完美 开始的孩子们的小鸡抱春和旗袍秀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恭祝我们全体的同仁跟全体的华人同胞 今年奇想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能把那个中国的文化带到海外来 能让就是外国人也能感受一下就是我们中国 中国博大精神的文化 大家好 我是在哈密尔顿的高中生 然后我觉得这次活动办的特别的成功 然后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学子没办法回家过年 也在异地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在今年即将来到 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我的认识是 非常有趣 我之前没有看到很多的这些活动 我认为非常重要 要是更加关注你的文化 因为我生了这里 但是我觉得这些音乐是挺好的 有这样的人表演 我都觉得这些活动是最好的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报道